在离水一晚早点馄饨就让我尝到了石令鲜笋味道 这说明越是地方特色的味道越是会深藏在民间小巷 那么此刻我已经来到当地最热闹的夜排档 不知道在这儿我会找到什么线索呢 谢谢老板 离水的夜排档从傍晚五六点就开始人气爆棚 烧烤上锅小吃冷饮 整条街都飘散着回不去的香味 一圈逛下来我发现了一样传统小吃 它简直就是夜宵中的爆款美食 而且它还有一个让人摸不透的名字 西鲁鱿鱼 老板 给我来一份大的西鲁鱿鱼呗 其他还需要点什么 还有啥好吃的 可以配两个饼 好 没问题 刚看这碗西鲁鱿鱿鱼的时候 我感觉它和老北京炒干特别像 你看这个质地都是这么粘粘稠稠的 来尝一口 虽然它看着特别粘稠 但是它入嘴的时候非常顺口 而且特别让我惊讶的是 这里面居然真的有鱿鱼 您说在泥水这儿怎么会有海鲜呢 我先吃完这碗再去问问 西鲁鱿鱿鱼是老一辈泥水人都会在家自己做的小吃 发展到现在 食材的选料基本上都已经升级 就像刚才我吃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鱿鱼 而是墨鱼 还有山中的笋干 香菇和爽脆的马蹄 最初它的出现只是为了避免浪费 人们把家里的剩菜混合着汇在一起 发现味道十分鲜美 慢慢地就形成了这种入汤类的美食 老板娘 刚吃了西鲁鱼 我感觉特别鲜 特别好吃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我觉得就靠山吃山 但是这里面这海鲜是怎么回事 我们有欧江 欧江它只通大海 所以说还有我们这边非常有名的 著名的船帮文化 就是通过大海运过来的这些海鲜 对吧 你们太会吃这个鲜味了 没想到在泥水 一碗貌不惊人的小吃 背后却如此复杂 店家说 泥水虽地处山区 但水路十分发达 八百里欧江直通东海 早在南宋时期 它就是运输龙泉青磁的水上药道 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如此悠久的船帮文化 也不难会有海鲜这类的食材 被传到泥水这片山区了 吃过了西鲁鱿鱼 店家建议我到欧江看一看 听说那里的鲜味美食 更具泥水特色 本节目指定用品由连续20年 全国销量领先的恒盛香醋提供 我旁边的这片水域 就是著名的欧江 在泥水人的心中 这儿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以前人们依靠着这条江进行贸易的往来和货物的运输 更重要的是 这儿的西鱼有着让泥水人最引以为傲的鲜味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这儿的地方自然就会有收获 大哥 咱为啥要滑到这儿来捕呀 我看都快靠岸了 这儿有鱼吗 这里有一个位置 它水流有点积 有点流动的 鱼喜欢在这里生活的 它喜欢在这里找吃 这个往方下去 好 这样子啊 对对对 这个鱼网我看这设计挺好呀 它自己往下下 跟电动的一样 对 咱就走的是一个什么路线呀 它是弧形 直线弧形 对对对 一会儿还要再 不回去了 回去吗 不回去 对 那怎么能把鱼网 等一下赶一下 鱼出来了 就钻在这个网上出来干 陈大哥说 捕鱼没有秘诀 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 和福气二人的配合 随着鱼船向前慢慢移动 鱼网就自动地被拖进江里 这种捕鱼方式 就好像在水中设置了一道屏障 哎 大哥 你这是干啥呢 我咋看不明白了呢 这是把鱼赶鱼啊 把鱼赶到网上去 这赶鱼 这怎么打鱼 不得把鱼全惊了呀 鱼一新虾它会跑的 跑就是跑的 撞上鱼往上去了 咱这打多少虾才能收网呀 等一下就是 马上就收了 马上就收 我看你也没打几下啊 怎么就能收网了 鱼已经知道了 鱼知道了是吧 在拦有鱼网的附近 用竹竿敲打水面 是收网前最重要的步骤 可我看着这么大的江面 即使使出全身力气 那也像是在挠痒痒呢 大哥告诉我 江面虽然看着只是泛起了波纹 但水下的波动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江里的鱼天生敏感 在受到惊吓之后 会失去方向的到处窜 对鱼网的戒备心 早就忘到了后脑勺 只要它们撞上鱼网 那就别想再逃出去了 有鱼啊 看到了 在哪啊 在哪 哦 看见了 看见了 在下面 看到了 我帮你拿着 我帮你拿着 哇 两条 两条 这还有一条 真抓住了 还活的 刚才抓的肯定活的 这鱼算大的小的 我们看一看一看 不算大 这鱼捏着特别紧 是特别有劲啊 这是桃花鱼 桃花鱼 对对 我没听说过这鱼名啊 这个鱼桃花开始 它太长直 哦 这鱼有啥不一样的吗 好吃 不一样 跟这三条都是一样的 这个鱼好吃一点 这个鱼好吃一点 是 乱一点 哦 肉嫩一点 对 没事 大哥 我看您 咱这今天抓的鱼太多了 刚开始咱这收了两三条 我还以为就 跟您说的 捕不上鱼比较 我还挺惊讶的 没想到 您看咱这鱼 您平常捕鱼 也有这么好运气吗 没有 有时有有时没有 今天是好运气 今天咱这一下子这么多鱼 你看这活蹦乱跳的鱼 全都是啊 这是啥鱼啊 这是军鱼 我感觉抱这条鱼 像年华娃娃一样 太大了 这鱼好吃吗 这鱼好吃 这个水质好 这个鱼的肉也比较乱 哦 这炖汤喝 炖汤喝 水杯红烧炖汤都可以 都很好吃 今天就在床上坐呗 行不 这是老虎卖的 大哥这叫啥鱼啊 这叫老虎鱼 老虎 你看它肚子上花蚵 还真挺像老虎的 这个鱼咱一会儿吃吧 这个鱼 大哥你犹豫了 你是不是又要去买 欧江由龙泉西 和松阴西汇聚至此 同时也带来了 丰富的耳料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之前用鱼竿拍打水面 来赶鱼的方式 居然这么奏效 所以只要用一下功夫 就会有满满的收获 不过现在的我 已经把捕鱼的事情 跑到脑后了 一心就想着 该怎么吃 这刚捕上来的鲜鱼 刚才我们抓到的桃花鱼 是这个季节 欧江里难得的鲜味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 吃到它的鲜 大哥决定用油煎的方式 让我来品尝 他告诉我 用油煎起来 味道最贴近猪肉 这是过去常年 在鱼船上生活 馋肉时的吃法 而在我看来 这明明就是 有鱼就韧性的节奏 大哥你先吃了 怎么样 好吃了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那我也尝一块 果然这两面煎过的鱼 就是不一样 外焦的鱼嫩呢 炸的速度特别快 但是它这里面小刺 全都炸酥了 就都能一起吃 我感觉这道菜 是不是咱江边的快餐 就是炒了三分钟 就直接能吃是吗 对对 但是它的口感 真的不比外面餐桌上 任何一道大鱼大肉 差 特别好吃 大哥大姐一直是 像在船上 配合那么默契吗 对对 你会儿气 两个人不要吵起来就好了 啊 怎么会有吵架的时候呢 一个在船头约的船尾 配合不好就会吵架了 你们这样配合得有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都是一个鱼队的 一个鱼队 大哥吹的大姐是吗 是的 焦酸的鱼鲜 两面金黄的鱼肉 油煎桃花鱼 让我尝到了 欧江里最直接的鲜 鱼无疑是鱼家人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对于大哥大姐来说 如果没有彼此的相互配合 没有世代相传的捕鱼技艺 没有拿船当作家的付出 也许这鲜美的味道 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夫妻缠两个来捕鱼的 都要相互配合 如果没有老夫 我也专门了这么多鱼 少了谁都不行 我们俩都挺喜欢打鱼的 我也打得干不动为止 我们俩都是好了 如斯元紫· Це迹 cannabis 优优独播剧影 yelled 2 4 6 6 6